大家好,繼續是 Flashing Drugs 了,第二部份教學會教大家把 Nexus 7 解讀 Boot Loader 後 route my Key 和剛才一樣,同時按住電源鍵和音量減進 Boot Loader 成功進入後,同樣開啟 Nexus 7 的 Toolkit 和第一部份的教學一樣,輸入 Node 更新 然後透過 USB 線將 Nexus 7 和電腦連接 這次大家請在 Toolkit 內輸入 4 數字 然後按 Enter 跟剛才一樣,大家需要輸入 YES 確認這個程序 大家留意,在過程中請大家不要把 Nexus 7 和電腦的 USB 元式移除 然後按照 USB Debugging 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是 waiting for USB Debugging to be enabled 大家的 Nexus 7 和電腦 平板電腦在這個時間,重新開機 開機後,大家只需要按照接著的步驟 就可以啟動 USB Debugging Mode 平板電腦的電腦 我們可以看到,能有更新的理由 飛行密 لPubb 下約 大家要留意,由於剛才的 Boot Loader 解鎖 會把所有資料清除 開機後,再用Restore 程式,才可以使用剛才輸入的資料 大家成功,重新注冊登入後 請進入Settings 去Developer Options 頂部開啟On 按OK確認 然後剔選USB Debugging 大家可以看到,當大家啟動了USB Debugging 這個Tool Kit 會自動將Nexus 7 再次 reboot 回 Fast Boot Mode 過程中,Nexus 7 會有多次重新啟動 在這間,你會做到同一個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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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所有過程後,再將Nexus 7 重新啟動一次 大家會看到,多了 Super User 的應用程式,以及取得 Root 權限 大家會看到,這裡有 Super User 大家會看到,這個 Super User 的應用程式,代表 Root 機非常成功 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多謝大家收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